蝙蝠给人类的一封信 作者周韶光 我叫蝙蝠 我有一种特异功能 身上能寄生一千多种病毒 是狂犬病毒 尼帕病毒 汉塔病毒 等众多病毒的重要宿主 我对世间众生的贡献就是 把众多病毒 统统寄生在自己身上 免得它们出去危害众生 不仅如此 我的粪便 还被制作中药夜明沙 医治人类 我深知自己全身是毒 所以我宁愿居住在阴湿寒冷的岩洞里 我凭一计之力 封印病毒数万年 晝福夜出 努力扮成一个孤独的潘多拉盒子 而且我还故意长成一张死神脸 就是要让众生远离我 别动我 万万没想到 还是扛不住人类的贪婪和口腹之欲 人类呀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一旦把潘多拉盒子打开 恶魔就会跑出来 缠住你们哪 你们可以把我当作美味吃掉 但是 我身上为你们封存的那些病毒 失去了我这个宿主 就必然要寻找新的宿主 而你们 那飙肥的肉体 不正好是他们来以生存的温床吗 我还要告诉你们 知道肆虐非洲和中东的MERS病毒 是怎么传播的吗 2012年示威组织已做出分析 那种病毒是从我身上先传给骆驼 再由骆驼传给人类的 我只能为自己哀叹 我这生生世世的努力 终究还是错付了 我只能帮人类普法 你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其实不是保护我 而是保护你们自己 我还要特别忠告你们 人类必须遵循天道 天地间 人类其实是最渺小的 不要以为今生为人 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天下 老子最大 自然法则 是最公平的 当你不珍惜其他生灵的时候 祸害 就已经悄然降临 最后 我还要给人类说 这封信 不只代表我蝙蝠 我是代表蛇蜀欢 乌龟王八 善于麻锅 各路众生说的 主人类一路走好 一生好运